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历史原创作者,郭老师将历史说起中国古代的王朝, 他们的皇帝真的是各具特色,神奇的是, 在他们的带领之下,明朝也活了特别的久, 在历史上的地位,也算是非常的高。 虽然最后还是灭亡了,但是不能因为他的灭亡, 就否定他的一切吧。 大家都知道,明朝是由农民起义, 然后一步步建立起来的,不同于其他的王朝, 他们是完完全全的草根阶级, 所以,对于这个王朝的,我们更应该理智对待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个朝代历代的皇帝, 都各具自己的特点,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的少见, 有一些非常喜欢工作,最后把自己搭进去了。 有一些喜欢改革,也把革进去了。 有一些三四年都不立朝政。 即便如此,这个王朝还是存活了好久。 那么下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, 那些独具个性的皇帝吧。 第一个皇帝,朱元璋,他是明朝地造者, 出自平常的百姓,靠自己努力, 开创了这个朝代,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。 历史对他外貌的描绘就是, 非常的丑,非常的吓人。 但是丑不是他的特点来的,迷信才是。 他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,也非常的迷信, 当初建立皇宫的时候, 因为自己的儿子说了一句话, 就吓得他,每天都睡不着。 也将为自己选择皇宫地址的人,杀了。 那个人可是陪一起建造明朝的人, 因为自己迷信和多疑就把人杀了。 也非常的狠心了。 不过也正是有了他,才这个王朝之后的一切, 他的功劳还是非常的大。 第二个是他的孙子,朱颖文, 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改革, 不过他命有点短,死在了一场战里面, 最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, 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。 他在治国方面是非常的有天赋, 伊登魏,就做了很多改变, 将自己爷爷遗留下的坏习惯和不好的制度, 都一一改变了, 在史上也是非常的有名。 他在位的时候, 和自己的书, 己的侄子总是派人监视自己, 还享受自己的权利, 才发起争夺皇位之战, 最后还是他胜利, 成为了明朝的第三个皇帝。 虽然他在战场上非常的厉害, 但是在处理国事方面也还是特别好的。 在位的几年, 明朝的经济也在稳步提高。 第四个就是, 朱高氏, 他从小性情就非常的温顺, 而且安静, 开明, 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皇帝, 跟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, 他不喜欢打打杀杀, 喜欢安安静静的过日子, 还特别喜欢美食, 所以也非常的胖, 自己在位的时间虽然很短, 但是却深受百姓的喜欢。 自己放松了制度, 不再操练兵马, 让百姓得到休息的机会, 也正是因为他的做法, 后面才会有了这个王朝的最繁荣的时期。 第五位皇帝是, 朱瞻基, 他的爷爷是第三位皇帝, 他出生的时候, 爷爷还只是个王爷, 听说他出生的时候, 爷爷梦见他, 把大规赠给了他, 这是象征着最高的权力的东西。 爷正, 是他的到来, 让他爷爷决定发起争夺之战, 愿望最后还是实现了, 他确实当上了皇帝, 还是一位明君, 他的很多做法, 都跟自己的父亲一样, 没有过多的张乱, 而是让百姓安安稳稳过上了好日子, 也深受百姓的喜爱。 他还非常喜欢玩蟋蟀, 却没有沉迷于此, 众心依旧是国家大事上的。 明朝一共经历十六个皇帝, 其中大部分皇帝都是非常好, 只有少部分, 沉迷酒色, 喜欢玩其他东西, 没有理会国政而已, 也正是有了这些好的的皇帝, 这个王朝可以再存活这么多年, 不过这些皇帝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点短命。 最后一个皇帝更是去凄惨, 他是被逼死, 当时外族入侵, 自己就上吊死了, 成为这个王朝最后一个皇帝。 虽然这个王朝的每一个皇帝, 都独具特色, 甚至都非常的有趣, 其实他们的治国能力还是非常的好, 不然这个王朝也不会这么繁荣了。